台味牛肉麵 後切大塊牛排 油亮表面煎得滋滋作響 再鋪上一層香濃起司 送進烤箱一分鐘就能快速上桌 牛排專賣店光賣牛肉不稀奇 想憑翻桌率也把台菜國報 當成稀客法報 台灣人愛吃牛肉每年就吃掉了 160億的美國牛肉 而現在竟然有美式餐廳業者 要搶這塊大餅推出台味牛肉麵 牛排店賣牛肉麵背後可是精密盤算 翻桌率也是關鍵 從製作流程來算 牛肉麵製程也比牛排快上一倍 這些新的菜市他們也願意嘗試 所以目前看起來我們的價位 並沒有因為這樣被受影響 但是反而多增加了很多的客人 他願意多點一些就是 價位比較平價的一些新菜 坦言低價位也好賣 但面對食材物價飆漲 毛利率被侵蝕的背後 只能薄利多銷 甚至還要比高CP值 Size明顯小了一號 不過多了片雞排搭配 再配上蔬菜來解膩 小鳥味塞不下大份量 比速度還要比誰花樣多 價格不會影響太大 只要是中等價位的 我都可以接受 我會選餐廳氣氛吧 或者是牛排 就是它的可能知名度 要比用餐環境該怎麼殺出現 連裝潢都是學問 紅白條文相間 90年代復古風 對比另一頭透明落地玻璃 悠閒度假風 讓你邊吃邊看風景 400塊以下的評價餐點 是個消費趨勢 但是也是利用提升翻桌率 來增加店家的利潤 甚至就連甜點都成牛排店吸睛武器 巴掌大碗工 好賣放入冰淇淋 再淋上莓果醬 再剩下的台北餐飲圈 突破重圍 東森財經新聞 洪培與劉子騰台北採訪報導